好 脫調新聞要先來關注 蘭嶼核廢料主存廠 那因為過去有不少鋼筒破裂 臺電從九十六到一百年之間 就進行了檢診重裝作業 卻傳出有員工離癌去世 因此監察委員張武修 今天就公佈調查結果 發現臺電在這個蘭嶼 主存廠的檢診作業當中 沒有落實人員的輻射 劑量監測 並且讓員工暴露在輻射危害當中 而舊正文案指出離癌死亡的郭姓員工 每年都有做白血球檢測 幾乎都是超標狀況 而指導單位卻沒有追蹤 並且要求員工回診 加上工作環境惡劣 員工暴露在輻射粉塵當中 因此監察院要求勞動部 確認郭姓員工的死亡 是否跟暴露在輻射粉塵中有關 同時也糾正 員能會跟臺電經濟部 要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改善環境以及追蹤 員工的健康狀況 你後退至是 細心 可 水 柯